中午好各位 2022年5月27日 这里是西藏士卡泽 咱们在这个贡爵林卡的停车场 已经待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今天也该接着出发了 一路往西 下一站是拉兹县城 走到哪儿算哪儿 从士卡泽市区的贡爵林卡 到拉兹县城 全程大概是150公里 需要行驶两个半小时左右 出了日卡泽市区之后 我们就步入318果道 出去之前先来加油站加个油 好嘞 还要拍一张人脸照 而且越往西走 这个油价会越贵 日卡泽这段时间 油价又稍微的涨了一点 92号是9块5毛6 95的已经是10块1毛1了 沿着318果道一路往西 远离了城区之后 一头扎进一望无际的荒山戈壁 除了路边人工种植的羊树 剩下的就是满山黄土 再难见到其他的草木 好了各位 已经下午1点钟了 今天走了80多公里 不想走了 这会儿距离拉兹县城 还有大概60多公里 一个小时的车程 国道旁边有一小块空地 就把车直接扎在这里了 原始的荒野啊 感觉非常的自由 就喜欢这种地方 全世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 可以为所欲为 驻车地的后面是一片河滩 来看一下 这河床已经完全干涸了 看不到水 非常苍凉的感觉 天不早了 来做午饭吃吧 肚子饿了 这个地方海拔将近3800 米饭估计是弄不熟的 所以整了点面条 五花肉 土豆 白菜 还是做卤面吧 简单 焖面 先把面条蒸起 面条不太容易熟 好了 吃饭 一顿饭做到下午三点 吃饱喝足 溜溜神吧 好久没有体力运动了 对面这边山看着不错 爬上去看看 这些地方实在是太荒凉了 很少有人呢 不过越是到了这种荒郊越岭 我越兴奋 看一下啊 这边的地形 西藏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地形 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一条深沟连着一条深沟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 其实啊 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的气候 西藏整体的气候呢 是比较干旱的 雨水较为集中 一般就集中在 每年的六到十月那几个月 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山体 土地比较贫瘠 干旱造成了植物很难生存 缺乏了植物的保护呢 这个土层就很稀薄 很容易受到流水的侵蚀 每年一道雨季啊 雨水冲沙下来 就会形成一道一道的沟 这些沟本身是很小的 但是经过常年累月的冲刷 就越长越大 就形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一条一条 宛若天欠一般的天然洪沟 这样的生态环境呢 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一环套着一环的 所以这近些年呢 西藏对于山坡的绿化非常的看重 你会发现一路走过来 有很多的人都在山上植树 种的最多的呢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一种 叫做狼牙刺的植物 因为这个玩意儿它比较耐旱 而且也扛寒 好家伙 望山刨死马呀 本来看着很近的一个小土包 走得这么久还没到 这些地方最容易有野兽触摸 好在咱们现在距离国道不算远啊 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 万一有个狼什么都蹦出来 今天我就凉了 捡个石头拿在手上吧 万一呢 哇 哦呵 越来越陡了呢 来了 钢 要小心一点这种山 它这个山体 沙化是比较严重的 警方踩空 还可以 哇 哇 真的是有点陡啊 哇 嘿 啊 小意思 我就是长得胖 但是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到顶了 哦 哦 哪位人凶 这么好 专门给我摆着石头当凳子吗 来吧 休息啊 哦 这就是西藏 这就是青藏高原 费近九牛二虎之力 从海拔3800米的平地 潜上4200米的山峰 看着眼前的壮丽山河 我心中的自豪 我心中的自豪感 没办法,有病呗,得了一种想要远离人群的病。 青藏高原虽说有诸多不便,但是到了这里你会发现,空气虽然干燥,却没有汽车尾气的味道,人烟虽然稀少,但每个人都质朴热情。 难以攀登的高海拔压制了人欲望的生长,深不见底的条条山沟,阻挡了全色利益的流通。 在一个缺少物质的地方,才更能够想明白,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 有很多人说,西藏是治愈灵魂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夸张,绝大多数我们在城市中积攒的负面情绪, 其实都来源于攀比,来源于贪念,渴望金钱,贪图感情,向往全力。 无休止地与人争斗,最终成就了富足的生活,却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压力。 然而当你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恶劣的环境会让人发现,原来快乐地活着,比什么都更重要。 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所以啊,觉得累了,就放开手好好歇歇。 这个世界有太多美好的人和事,等着我们去发掘,沉默的午夜里,柔软的大床,也肯定比拥挤的沙发更舒服。 我是冬瓜,正在一人一车自家阿里南线。 点赞评论加关注,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